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信不信 我信 弄死你 我看你这么面熟啊 咱俩是不是见过呀 胡警官 怎么是你啊 我 樊老五 三年前你逮过啊 你怎么跑这儿陪我们做伴来了 丰哥 来 都过来瞅瞅 张丰 还记得吗 也是你抓过的 还有那个张晓芹 都俩刚放走 师哥 这人是谁啊 他 这 这位 是咱们市局经侦支队的支队长胡警官 跟你们说啊 在咱们市一般的案子 人家根本就看不上眼 但凡是折在他手里的案子 那在市局里头就挂了号子 这警察怎么都进来了 是啊 没把这种 败了 我睡这儿去吧 怎么可能 胖子 走 把人家收手这儿 让咱胡警官住 来来来来 不用了 看他们什么看啊 都几点了啊 还不睡觉 黄警官 晚安 我想问问你 那个小胡 胡德强 对 涉嫌受贿的事 现在 检察院已经确认是受贿 在等着开庭判决呢 那就是他那个 杀了情妇的朋友 叫谭 谭峰 谭峰 给了他十万块钱 你说这个小胡 他怎么能够卷到这件事情上去呢 交由不慎哪 当年我在派出所退休之前 这小胡 可是咱们世上公安系统的尖子 可惜了 嗯 嗯 我听说 他把那笔钱原封不动地交出 这 可能不可能 这个 酌情轻叛哪 他现在涉嫌收贿的材料 由纪委转到检察院了 也不知道他说清楚没有 嗯 顾明 嗯 你回头去看看他 人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需要别人拉他一把 你别忘了 他救过你的命 嗯 嗯 没忘 我知道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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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你还好吧 没什么案子 是吧 没什么案子 老虎 老虎 你觉得对于一个前一分钟还是警察 后一分钟就变成囚犯的人来说 他还想见谁吗 我最不想见的尤其是你 你不就是来看我的吗 好了 你看到了 你可以走了 老虎 我来我就想问问你 想跟你说两句话 我问你 如果再收到钱的第二天 你没有去南平办案 如果你办的不是那么大一案子 能提早几天回来 你会不会就把钱还给人家了 如果是这样 那一切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不是 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 钱是我收的 而且证据确凿 再说我也没打算完回去 我这么说你满意了 老虎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想跟你说 我可以帮你找一律师 我们把情况说清楚 钱款都还回去了 可以酌情轻判的 老虎 老虎 多余 老虎 请进 好处长 你好 你好 晓菱 你报道来了 来来来 进来进来 这是你的办公桌 都给你收拾好了 这柜子里啊 是咱们医院的人事资料 你呢 先负责一下供暖费 物业费 还有报销这些工作 等你慢慢熟悉了以后呢 我们再给你压胆子 好的 那我先看一看 好好 回来了 今天还挺早啊 你怎么了 怎么看上去 也挺累的样子 我就看老胡了 盼了吗 估计快了吧 我那得判几年啊 最少也得五年 这还得 在那 主动认罪 主动 把赃款还过去的前提下 你说这老胡也是啊 怎么能做这事呢 他们干经真的诱惑多 你应该提醒提醒他吧 提醒我 提醒我 其实啊 当警察的 应该以财为草 以身为宝 看重自己 平安最好 对 老胡救过你的命 有空的话 多去看看他 对了 我换工作了 换哪儿去了 还是在我们医院 就是不在脑外科干了 我调到后勤了 这样上下班有规律啊 以后也不用多加班 离开业务口 离开业务口 都这些年了 也累了 清凌 你就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吧 对了 婷婷复读这一年 不能再没有人管他了 那万一出个什么差子 怎么办呢 我欠你 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这辈子欠我的 就得这辈子还 那谁知道下辈子 我还认不认识你啊 我一定认识你 你好 怎么样 郭江说了 他现在暂时不想见 你明明跟他说我的名字 我是他徒弟 已经跟他说了 但他说还是不想见 行 下车 走 带走 走 行了 还是那句话 别紧张 哦 妈跟你夫妻这一年 你的水平妈知道 好 妈 你就放心吧 肚子不疼吧 妈 你是一张被蛇咬十年 怕紧绳啊 我有那么脆弱吗 再说了 你这些天给我准备的那些 吃的喝的 都快精确到课了 行 嗯 这块吃到瓶颈 证明我女儿的状态超好 爸 我爸 我爸昨天晚上不是给我打过气了吗 行 您放心说 我们这种街坊活动 就是需要听取你们的意见 我爱你 喂 学灵 你过来一趟行吗 昨天不都说好了吗 我今天有重要的街坊任务 支队长必须要在 你那儿离这儿就十分钟 十分钟还不行吗 那个 现在大家都在看着我 我真的走不了 我跟你说 这可是女儿一生的大事 你不过来给她打打气 学灵不说好了吗 孩子的路让孩子自己走 她 她紧张 我不紧张 刚才是婷婷在说话吗 行行行 她不紧张 她不紧张 我紧张行了吧 我紧张你过来陪我 你紧张什么呀 你要紧张 你就别在那儿待着了 回家 或者想去哪儿去哪儿 要么你过来找我 行吗 其实恨得人牙根都痒 快开始了 不好意思 妈 我看你呀 比我还紧张 我不紧张 我真不紧张 你也不准紧张 我快进去了 给您大马 来 嗯 十三号 十三号 你没号给您好 没号 前面还有俩啊 前面有几个快 别着急啊 来 来大叔 我给您个号好 来 嫂子 您怎么在这儿呢 那个固执她在哪儿 来 好 谢谢您同志 谢谢您啊 来 下一个 顾铭同志 您好 学灵 你怎么作声呢 我是按照程序 排队 拿号进来的 嫂子 你还叫固执怎么来拿号啊 不拿号 能见得到固执队长吗 我能说两句吗 能 咱回家说就行了 别闹 我在工作 中文部员 听话 我那个 在街坊群众 我是不是人民群众 是 你是不是人民警察 那人民群众 像人民警察 就不能反映点情况了 行 反映吧 你不做记录啊 嫂子 我来 黄雪玲 工作单位 人民医院后勤处 顾铭同志 工作太忙 经常不回家 家里大小事都顾不上 偶尔回趟家呢 还疲惫不堪 倒头就睡 根本没有工夫 跟老婆和孩子 说句话 甚至 连孩子高考前的 一句鼓励的话 都没有 顾铭同志 还透支自身生命 连累家人 受苦 受累 你说这位同志 是不是满身的毛病 急需要纠正啊 对顾铭同志 那个 对顾铭同志 怎么能这样 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 他这个 之所以能够把全部的经理 都投入到工作 和案子当中去 就因为 他有一好老婆 哎 就因为他老婆 把家里大事小事 全都承担下来 他才能这么 义无法顾的 毫无顾忌的 顾铭同志 特点就是 甜言蜜语 哄老婆高兴 但实际情况 根本 不管老婆的事 行 欢迎刘同志 我觉得 你反应的情况 确实请别动了 那个 我们都如实地记录一下 一定会妥善地来解决 那么想给你看 你就简要地说一下今后的心 然后以后 我们往下降 好吗 善待自己 善待家人 善待家人 案子 幼稚点 好 好了 好 我已经不普及时了 放心 一定会尽快解决 你看 欢迎刘同志 你能不能坐到那边 然后等 公众同志一块下方 这还差不多 我们下一个 下一位 下一位 顾问同志 顾问同志 刚刚接到平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报 我是监案局平州交界的一座桥下 发现一具无名警师 马上通知技术人员赶赴现场 安晴 小冬这边你负责吧 小冬 小冬 看来你的意见还要再加一点 顾问同志说走就走 毫无愧疚 小冬 嫂子 我能看看吗 嫂子 明天别看 那我得知道她的批事 好 好 那您别生气啊 谢谢 来 把这拍一下 来 这 把这拍一下 小刘 小刘 孩子你们倒得快 我们离去见 嗯 那介绍的情况 尸体是被一个小孩发现的 接到报案我们迅速赶到县城 经戳部勘察 死者头部被顿鸡击打 颅脑破裂造成死亡 前天晚上我们那里有人报案 说一名女出击司机一名车台人一起失灯 到现在还没车 失踪 失踪酒的驾驶真的晚上来 过来病人尸体 如果真是这个女司机的话 那这么说就是你们冲判人吧 死者身份确认 那真是我们同判人 被案子交过 不认识 牧局 现在经过辨认 可以确认 死者就是前天晚上失踪的 出租车女司机高映 在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 昨天夜里下了中道大雨 现在现场根本没办法提取到 犯罪嫌疑人的足迹和其他痕迹 但是挺幸运的是 死者 右手压在身体下了 没有被雨水浸泡 这样如果他生前跟犯罪嫌疑人 进行过搏斗的话 那么在他指甲里 就有可能提取到罪犯的DNA成本 但是记住啊 不能够把宝全压在DNA上面 告诉大家 现场勘察强调的就是细致又细 一点不能放松 我知道 我也这么想的 我现在就再去现场 嗯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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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冬 你说 吴队 我们发现了被烧毁的储物车残骸 在哪儿 在一条未开灯的公路上 好 我们马上过去 来来来 跟我走 来 走 走 呀 高科 走 好了 我不可以 你给dalena 你给dalena 董事长 喂 顾纯 你们怎么找这地方啊 我们走跑的时候 人一阵一村民 跟我们反映 说案发第二天 一早他开车 从对面那儿要过来 先听到爆炸声 然后看到火光 还看到有人有晃动 我们按他的话 就找到这儿了 这条路还没有开通 所以没什么车和人 现场保持比较好 车子查过了吗 是那辆车吗 查过了 可以肯定 就是刚刚开那辆车 找到什么现场了 车里边都被烧光了 这后备箱没被烧 找到这个 我想进一步 在周围走访一下 看看有没有发现 凶手逃离的方向 这样 你马上给那个 平州市区刘志打个电话 把这辆车所有信息 跟他讲 让他调一下那个 平州高级的 高速交费口的监控 看看能不能查到 这辆车的信息 现在就咋 平州 你好 平州 通过监控录像 确实有辆车 昨天晚间 在高速收费站口 掉骨头 顺着时间倒推 他这辆车 经过这段路段的时间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 这个路段有探头 对 再往前面呢 再往前就是监控盲区 这样看来这辆车 确实是从重双开轮 六六 很好 把这区域封锁起来的 通知技术部门到现场 附近再勘查一下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把这个拿回去解决 检验 检验雪晴 确定 这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区域封锁起来的 我们这次看张拉发现场 收获真不小啊 这尤其是您俩 简直越来越默契 黄金搭档呀 什么呀 你和林队呀 你觉不觉得林队 自从当咱们组的 中安组的组长之后 咱们整个团队都有干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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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越来越有干劲了 不是咱们整个团队 秋姐 那个固执都说了 你们俩可是黄金搭档呀 再说你们俩当时还打得那么火热 他还一直追求你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我们俩没有可能性 那我就开始追求他了 你 我其实老早就喜欢上他了 只不过一直看着你们俩 那我祝福你 胡志强 有你电话 快点 你还好吧 说事儿 大强 我也不想这样 我 我一直想去看你 但是我不敢 我没意见 财产什么的都归你 剩下那些东西 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你 德强 不是我不愿意等你 我也有我的苦衷 我理解 这样吧 你找个时间来一趟 我把字签了 这事就算了了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挂了 德强 你现在真的 你现在真的 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话是吗 我愿意跟我多说一句话是吗 说一句话是吧 那我愿意有什么意思 我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有什么意思 好 这些话已经很流通了 有两对没吃饭了 要不您吃点吧 胡姐妈 你看这饭菜都凉了 不喝了 胡姐妈还是不吃 你敢玩的玩 喂个饭的证不明白 她不吃 那你替她吃吧 吃完手上的 地面上有个铁铭铭 厉厉即辛苦 吃啊 吃啊 吃 吃啊 行了 这边没够是吧 去 洗一洗 谢谢 站住 去 林女士 你凭什么管我事 干什么 你以为你还是警官吗 我告诉你胡道强 我叫你声胡警官 是给你面子给你烈子 知道吗 你在这儿装什么大爷啊 只有分了我一分脸 你他妈连个屁都不是 报复我是吧 我告诉你 这儿百八十号人 都是我抓进来的 到今天都没人敢动吗 这么多来 我都知道 那天早上也说 你你肯定的 国贼 你先进吧 老虎 怎么样 老虎 谁啊 谁干的 旅客 这能告诉我谁干的吗 老虎 老虎能跟我说句话吗 谁干的 谁呀 凭什么呀 凭什么打着警察呀 别忘了 我早就不是警察了 谁说的 至少你当了二十年刑警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打你 是你抓来的犯人吗 是 你就别问他 行了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查过 你干吗去 你想进来陪我是吗 老虎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不能这么打你 顾铭 你回来 顾铭 顾铭 胡队 顾铭 胡队 胡队 你给我回来 顾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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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歌 哟铭 是吗 č 顾铭 铭 他 云 接着 平安 海 是呀 伯 exper 最爱 现在 我们 快 再开开快点 古智 你怎么来了 我想找一下那个 那个谁 核实一些情况 谁啊 就是刚刚 大胡子强那个 范老五 范老五 你找他干吗 协助班 走我手续吧 没问题 在这签个字 他现在哪儿呢 在后院接受处罚呢 顾智啊 你怎么还带个暖瓶呢 范老五 走 经理队 顾智高姐 你范老五 是 知道我谁吗 刚才是 顾智队 顾智队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啊 不知道 老五 老仲 你怎么也来 为什么 怎么 顾 顾智啊 在后院找那个范老五谈话呢 找范老五啊 葡萄牙是你打的吗 那 不是 那 误 误会 真 真 真的误会 那 不是 听我说 我是警察 我不能动手打你 我请你喝杯水行吗 不客气 这我真是不客气 范老五 护得江是我战友 我知道这里面很多人都他抓进来的 包括你 你们心里恨的对吗 恨的没关系 别动手打他 拜托你了 别再打他了行吗 你 谢谢你 如果你再动手打他 我这个警察您可不干了 我进来陪你做班 怎么样啊 没事吧 不是 你没冲动吗 没冲动吗 冲动你了 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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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队 你回来得正好 林哲华和邱兵从县场提取的泥土样本 我们已经化验过了 里面的确有受害人的血 凶手就是在这儿 对被害人下手的吗 这个地方的泥土里面 有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血迹 没有找到 邱兵捡到那枚扣子 也是死在衣服上的吧 对 还有那帮块砖头呢 在砖头上我们检测到 微量的被害人的血液成分 但是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 下这么大的雨 什么都冲干净了 真是给我们添乱的 血迹 扭扣 帮块砖头 基本上可以判断 平州南疆内国道上 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高颖很可能在那儿 受到的致命伤害 这样 用柔涛啊 再细致一些 让他再仔细查一查 看看死者那指甲缝里 能不能提取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你放心吧 他们俩已经做好 熬夜的准备了 辛苦了 seit年 ق Luigi 没问题 今天 现在 可以 先 出来 是 消毒 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